我們桃園市的大家長 澤市長 還有邱副市長 那麼還有我們議會的委副議長 在座的各位議員 以及我們桃園市的鄉親 那另外我要特別報告 在立法院對我幫助特別大 當過好幾次的招委 在預算上 議會上給我幫助最大的這個 楊立環委員 當然 還有陳正德 陳委員 以及呂立環 呂委員 他們的辦公室指紋也都到場了 那麼今天真的 以交通部的立場 是以辦喜事 我特別強調 以辦喜事的立場 來辦理我們這一個火車站的啟用 其實剛剛市長特別提到說 那麼跟我們交通部這邊的約很深 跟我約很深 我跟市長說明 我家裡頭跟桃園市也很深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我的女兒在桃園市交書 每天都搭台鐵到這裡 台湾火車在下車到你們的學校裡頭去交書 所以非常需要這一條鐵路 需要這個新站 那當然今天新站的啟用 平安心講 那麼整個建設設施啊 其實是用所謂的臨時站 但是它是用真正的 長久的火車站的這個立場來設計的 所以它的站裡的設計 幾乎都不比現有的這個火車站 那麼還來的差 而且是225個車站裡頭 所以很顯然出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當然從交通部的立場 其實中央跟地方的交通是議題的 我要特別強調 那麼怎麼樣讓中央跟地方的交通結合在一起 讓促進地方的發展 尤其對桃園市來講更加的重要 因為桃園未來的發展 那麼除了火車站站區的這個部分 是一個起步以外 我剛剛特別提到 那個前後站的貫通以後呢 尤其這個舊的火車站的這個部分 怎麼樣跟新火車站來做連通啊 那麼怎麼樣讓它來有更好的賣點 讓一般的民眾對於桃園市印象更加深刻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市長跟團隊在這禮拜三是不是 來到武馬帥團隊到我幫我市來 那我們特別跟市長這邊談到 大家未來共同合作的方向跟目標 那有很多事情短期可以做的 做火車站的這個部分就是一個歷史 所以我也期待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未來中央 以防大家是攜手合作 那麼共創未來特別要報告 那當然剛剛市長跟 然後也有一個特別提到的 台灣都是提到的這個一下話的問題 當然過去跟先未來 我要特別強調 站在交通務部立場面 現階段裡頭 那麼在行政院的政策還沒趕前 我當然是執行協定的政策 但是呢 我要特別說明的就是說 市長有新的方向 新的想法 那當然這個提案 就要趕快新的方法出來 交通部一定會給予尊重 給予尊重 但是呢 我只是要強調就是市長 你要考慮的只有幾點 這個是工程界面的問題 一個是技術性的問題 一個是所謂的財務的問題 那這一些呢 站在交通部的立場 可以協助的一定全力的協助 但是追蹤 因為畢竟這個怎麼 這麼大的計劃案 一定是在行政院 在國發會的市長國整理頭 通過 那麼這個案才算數 所以我會特別 站在中央地方協助的立場 尤其從交通的立場 來補充加油說明 那麼楊委員剛剛特別提到 那麼他在中央也會特別 來協助來幫忙來爭取 那我不離頭 當然是樂觀其成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一點 當然未來整個 謝謝 謝謝 那未來整個桃園市的建設 除了我們今天的一個起步以外 還有一個桃園航空展 非常大的計畫 還有機場的捷運 這一些連通 那麼機場的大門 跟國家的大門 整個把它串連起來以後 我相信 這一個整個桃園的運行 也是可以期待的 未來的發展 我相信北北基桃 說不定以後的桃啊 那麼是一顆大桃子也不一定啊 那最後我當然還是要謝謝 這個我們 心戰在市座的過程裡頭 除了我們市西 我們榮金 我們施工團隊 大家一起努力合作 那麼今天這樣一個美好的成果 那也要謝謝我們桃園市的鄉親 在這個施工過程裡頭的忍受 他的噪音 那當然 今天我們看到了美好的成果以後 我也期待 未來繼續給我們交通部鞭策 讓我們交通部未來 可以跟市府大家一起合作 把我們的交通做得更好 也期待我們的洋委員 在立法院繼續給交通部支持 最後我還是一樣 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主義 謝謝 謝謝